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国家,自秦朝建立以来,一直到宋朝之前,都属于中国直接管辖,是中国的领土。 但因为一个人,此国从中国独立出去,成为独立国家。 宋朝曾发兵攻打,想要收回,却被此国打败。 这个国家就是越南,这个令越南从中国独立出去的人,叫丁布领。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 丁布领于公元968年,平定越南十二使军之乱,结束越南境内分裂局面,宣布越南脱离中国,建立独立国家,并且登基称皇帝。 建立越南历史第一个朝代丁王朝,在这个过程中,他的长子丁脸立下显赫功劳,是贡献最大的开国功臣之一。 无论按照长幼有序的封建秩序,还是能者居之的帝王思想,丁脸都绝对是皇太子的不二人选。 可惜丁布领在皇太子的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,迟迟不肯立丁脸做皇太子,使得朝廷内外人心不定。 站在越南历史的角度,丁布领的地位,犹如嬴政在中国历史的地位,都是建立了所属国家的第一个大一统朝代,但是晚年同样犯了致命错误。 丁布领的致命错误,是他最宠爱的不是丁脸的生母杨云娥,而是年轻美艳的妃子杜氏。 杜妃在公元973年为丁布领生下了第三个儿子丁相郎,丁布领对此异常高兴,打算立丁相郎为皇太子。 长子丁脸是皇后杨云娥娥生的嫡子,而且对丁王朝建立做出了很大贡献。 三子丁相郎是宠妃杜氏生的庶子,而且是丁王朝建立后才出生,对丁王朝建立毫无贡献。 无论如何皇太子之位都应该是长子丁脸,但是丁布领也许是被美色所迷惑,他不顾皇后和满朝文武的反对。 在公元978年封五岁的丁相郎为皇太子。 这下好了,在位晚期的丁布领晚节不保,落得了色迷心窍的骂名,丁相郎母平子贵,成为越南历史第一位皇太子。 也就是丁王朝开国皇太子。 皇太子之位落到了什么都不如自己的义母队,能文能武,才能出众的丁脸对此不满到极点。 他和生母养皇后决定一不做二不休。 在几个月后的一个夜晚,派出心腹杀手把丁相郎杀死。 就这样,年仅五岁的越南历史第一位皇太子丁相郎,刚刚才做了皇太子几个月,就被兄长丁脸果断杀死。 丁布领得知消息后,他惯性想到的,肯定是丁脸做的好事。 加上杜妃一失去儿子的报复心理,他本来要处死丁脸。 但在杨皇后和文武百官极力劝阻,丁布领还是放过了丁脸,但更不可能立丁脸为皇太子了。 丁脸对自己的父皇绝望,打算把丁布领也杀掉,取而代之。 父子矛盾去到极点,这是后话了。 丁布领和丁脸父子的结局是公元979年的宫廷政变中被杀。 丁布领次子丁玄继承地位,即丁废帝,公元980年开过功臣黎环,在情妇杨云娥支持下谋朝篡位。 废调丁玄,登基称皇帝,建立乾黎王朝取代丁王朝。 就这样丁王朝因为皇太子之位引发的连锁问题而灭亡,这是后话了。 丁布领,924年至979年,越南华黎洞,经越南宁平省明平市,人,出身豪族,父亲丁公住,母亲谈室,父亲早年是越南,当时叫焦纸郡,近海节度使杨亭一的心腹部下。 丁布领有其父风范,据说家乡的邻居少年推举他为老大,在他带领下打败邻村少年。 因此,他在当地很有威望,其父去世后,接替父亲生前的职位。 杨亭一很赏识他,把女儿杨云娥嫁给他,丁布领可谓事业爱情两得意。 当时的中国处在混乱的五代世国时期,无暇顾及交纸郡,因此越南全境分裂为十二股割据势力,史称十二使军之乱。 杨亭一去世后,丁布领坐上他的位置,率领旧部逐一击败十二使军,统一越南全境。 公元968年,丁布领自立为帝,建国号大曲越,并都华绿洞,建元太平。 这就是史称,越南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的丁朝。 逆嫡欺杨云娥为皇后,并仿照中国封建王朝建制。 丁朝出具国家规模,自此越南正是从中国独立出去。 根据史书记载,火约正统之军,十字此史,公元970年,北宋灭掉离丁朝最近的南汉,丁朝出建,根基未稳,丁布领害怕北宋进攻,主动臣服北宋,请求册封。 宋太祖赵匡印权衡再三,做出让步,册封丁布领为交纸郡王,丁朝定期向北宋朝贡,自此越南独立为中国所承认,不再是中国领土。 公元979年,丁朝因皇位继承问题,发生宫廷政变,丁布领有三个儿子,长子丁脸,四子丁玄,三子丁相郎。 均为异母兄弟,丁布领本想立自己建国过程中立下大功的长子为太子,但因最宠爱的妃子,但下三子丁相郎,改立三子为太子,丁脸极为不满,发动宫廷政变,杀害丁相郎,与父亲关系决裂,早有篡位之心的朝臣看出这一切。 联合兴怀鬼胎的同僚发动宫廷政变,杀害丁布领,丁脸,拥立赐子丁玄为帝,为丁布领上四号先皇帝,史称丁先皇,掌握兵权的十道将军黎环,诛杀弑军的相关朝臣,趁机把持朝政。 公元980年,已继承其兄皇位的宋太宗赵光义。 得知丁朝内乱,认为这是收复交纸军的大好时机,发兵进攻丁朝,黎环亲率大军抵抗,黎环以过人的胆识和谋略,北宋出师不力,败退回国,收复越南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。 之后,中国封建王朝虽多次发兵越南,但均以失败告终,直到公元1407年,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,才成功收复越南,当时叫安南。 这时距离越南独立已有400年之久,但仅仅20年后,越南再次脱离中国独立,之后没再收回,直至现在。 而丁王朝有一位皇后,堪称越南历史最无耻的皇后。 这位越南皇后名叫杨云娥,是近海节度使杨亭一的女儿。 近海节度使是大唐王朝为了管理今天的越南而设置的地方官。 杨亭一担任近海节度使的时候,华夏大帝处于严重分裂的五代师国时期,因此给越南脱离中国独立,提供了可乘之机。 杨云娥年轻时长得非常漂亮,杨亭一有很多手下都想娶她为妻。 杨亭一有个心腹部下兼好兄弟丁公柱,丁公柱有个儿子叫丁布领。 长得英俊潇洒且年少有为,最终杨亭一选择丁布领为女婿,把杨云娥嫁给她。 杨亭一虽然名义上是近海节度使,是管理越南的地方官,实际上大唐王朝灭亡后,她已经萌生脱离中国独立的思想。 可是还没做出什么事情来,就被一直想取代她的手下脚弓献所杀。 同时被杀的还有丁布领的父亲丁公柱。 当时丁布领跟杨云娥恰好外出而逃过一劫。 杨亭一死后,各怀鬼胎的手下纷纷割据一方,形成了越南历史的分裂期十二始军之乱。 丁布领是杨亭一的女婿,她深受杨亭一影响,接受了脱离中国独立的思想,但是要越南独立。 首先是统一越南,于是丁布领通过自己的努力,消灭了所有割据势力,结束了十二始军之乱,成功实现越南统一。 在这个极其艰辛的过程中,妻子杨云娥给了她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 公元968年,丁布领在家乡华旅,进越南宁平省宁平市,称帝,国号大渠乐,史称丁王朝。 这就是越南历史第一个朝代,从此越南脱离中国独立。 丁布领称帝之后,封妻子杨云娥为皇后,丁王朝一切规章制度都模仿中国,越南作为一个独立国家逐渐稳定下来。 丁布领深知越南是小国寡民,当北宋王朝建立后,她主动向北宋王朝朝贡,丁王朝成为北宋王朝藩蜀国。 原本丁布领和杨云娥的夫妻感情是很好的,两人在战争岁月患难与共,杨云娥为丁布领生有两个儿子,是长子丁脸和次子丁玄,丁脸为丁王朝的建立立下汉马功劳,本应被立为太子。 但是丁布领在位后期,却封宠妃所生的第三子丁相郎为太子,不但令丁脸非常不满,就连杨云娥都非常有意见。 后来,丁脸忍无可忍,暗中杀死了年幼的丁相郎。 丁布领怀疑是丁脸所为,但没有证据,不过他更加不愿意立丁脸为太子,这件事成为丁布领和杨云娥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。 丁王朝有一位大臣叫杜氏,他看到朝廷因为皇位继承问题出现混乱, 萌生了篡位思想,公元979年,杜氏发动宫廷政变,杀死了丁布领,丁脸,突如其来的宫廷政变差点吓坏了皇后杨云娥,以及仅存的次子丁玄。 但是又有一位叫黎环的大臣及时平息了这场宫廷政变,正因如此,杨云娥对黎环产生了好感,逐渐变成与黎环私通。 丁布领死后,只剩丁玄一个儿子,因此杨云娥以皇后身份扶植丁玄继承皇位,自己做太后,但实际上朝政由肩夫黎环掌握,公元980年,杨云娥废掉自己的儿子丁玄,把黎环扶上皇位,丁王朝因此二世而亡,黎环建立的朝代史称前黎王朝,国号大取悦不变。 黎环当了皇帝之后,把前朝太后杨云娥立为自己的皇后,直到公元1000年,杨云娥先于黎环去世,终年57岁,她为黎环生了一个女儿黎佛吟,纵观越南丁王朝皇后杨云娥的一生。 尽管大臣黎环为她平息了宫廷政变,但是皇帝丁布领尸骨未寒,她就跟黎环通奸,还把黎环附上皇位,绝对是越南历史最无耻的皇后。 克兰环 克兰申抱 克兰申抱 克兰 克兰